你有发现现在流通的一千元只超上 这个一字呢上头应该是个是 结果写成了土字头 新台币该不会写错字了吧 央行有了最新的回应 一块来看 应该是土的感觉吧 是 是土啊 土 每天使用新台币 你有没有仔细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上面一千元的一到底是是还是土 随机问了四位民众 就有三位说是土 仔细看 依这个字依照正题字的写法 上面应该是是 而是的写法是上长下短 但新台币的依上面却写得很像土 变成了上短下长 央行解释设计新台币时 可不是用一般的楷书 而是卫卑 其他都过了 那个是那个卫卑体 所以没有错 所以目前没有要改 就是说重新发行的计划 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是没有错 不过央行这番话 听在研究钞票超过20年的集邮社老板 而里却不以为然 如果说它的字体是跟标准字体是有差别的话 你现在的科技很容易就改吗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在台湾1000元面额的钞票发行过四次 国民政府在民国38年签台前 第一次发行 当时还是旧台币 签台后直到民国65年 才发行新台币1000元的面额 直到民国88年 钞票上才从蒋中正变成小朋友 发行十余年 就算央行要重新发行 恐怕这些小朋友的收藏价值也不高 发行量太大了 所以没有具有 不具有收藏价值 也不具有政治的空间 1000元这个一字 上面写是还是土 该怎么写才好看 或许见仁见智 可以确定的是 新台币人人爱 才会引发讨论话题 中年新闻科士章江兆宇 台北报道 中年新闻科士章江兆宇